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电重到连纳胡塔的顶上都不放过了吗 而赖清泽会不会继续放任绿电的乱象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张家俊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昨天宪法法庭针对死刑是否违宪言辞辩论 法务部就提醒宪法法庭死刑是宪法所长期认可的 而且目前社会的价值社会法的价值没有改变 多数民意也反对废死 但没有想到大法官詹森林他就反呛了 他说只要跟民意有关的就要和民意妥协吗 就要依循民意吗 舍弃大法官自己认为的宪法价值 难道大法官不能够跟民意做宪法教育吗 所以大法官认为他的价值 是可以凌驾在老百姓所认可的价值之上吗 我们看到这位詹森林大法官 他的学历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博士 而专长则是民法消费者保护法 还有政府采购法 他是有真的很擅长宪法还是刑法吗 过去詹森林他在2016年被提名要当大法官的时候 他在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当中就说 我赞成终局要废除死刑 我真的不希望台湾有太多的死刑案例 我有一个梦就是台湾不会有人背叛死刑 这是他的梦想 他赞成终局废死 其实詹森林要做什么样的梦 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当然可以做梦 问题是他现在如果作为一个大法官 手握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可以只顾自己的梦想 做出违反民意的决定吗 就连前绿委这个郑运鹏他都有话要说 他说台湾从来都没有废死 每日也都有死刑 国人很难接受欧洲那一套的废死观念 很多大法官都留学欧洲 这就是他们的盲点 我不认为台湾现在有什么条件能够废死 不用在意欧洲要台湾做什么 如果废死是个乌托邦 不要只想要动动嘴巴就好 好了 詹森林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法官 他不尊重中华民国的民意 难道他想要遵守的是德国的民意吗 还是其实他想要遵守的是蔡总统的旨意吗 立文怎么看 这个第一个 这次为什么变成是大法官来决定 台湾要不要废死 最主要是因为有37名死囚的律师 那他们联手来向宪法法庭提出宪法的诉讼 那诉讼的标的当然就是不能够判死刑 判死刑是违宪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到了宪法法庭 到了宪法法庭由谁来决定 就是由我们的大法官来决定 好 那坦白讲 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因为死刑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立法 它并不是一个新进的立法 它是有法律以来都一直有存在的 只是对于判死刑的要件越来越严格 然后台湾也废除了过去的唯一死刑 这样子的在旧有的时代的时候才有的产物 还有在死刑的执行 现在也因为时代的潮流 所以讲究高度的人道 所以死刑的要件 死刑的执行都已经有了非常多与时俱进 因为时代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改革 那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东西 它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年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 然后这个新的法律挚爱难行 或者是说这个法律 它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明显的 不管有没有明显 是不是违反了宪法 所以我们提起宪法诉讼 不是的 它是一个长期存在 而且像我刚刚讲了 由与时俱进进行了很多改善跟改革的 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规定 所以我的意思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东西 适合由宪法法庭来决定吗 它其实应该还是要按照正常的 立法修法的程序来走 还是比较妥当的 换句话说 你应该要寻求这个社会的共识 一定程度的共识 然后透过一定的立法的程序 通过我们的立法院的讨论 公厅会 大家提出来相关的法案 在立法院修法通过 不管你要修什么样 这是我们正常的修法程序 那你为什么跳过这个呢 因为台湾有高达八成的民意 反对废死嘛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 我如果透过正常的立法修法的过程 遥遥无奇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这就是你要面对的事情 你不可以偷懒啊 你不可以说 因为大多数的民意一面倒 所以我就来走个捷径 这个捷径就是因为我们多数的大法官 当时蔡英文提名的时候呢 他们刚好 通通呢 都是比较倾向废死的 所以我就绕过了正常的民主立法程序 不在乎这个社会 大多数人的观感 道德观跟共识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群人 是瞧不起大多数台湾人的思维跟想法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好好地去跟你对话 讨论 然后形成新的共识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部分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法律 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同 它就没有正当性嘛 它为什么叫大法官 什么叫做司法 司法就是依现存的法律体系 它被动的 第一个 它一定要被动 它不能主动 它要被动的就这个个案 来做判决嘛 那你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吗 你其实是故意绕过了立法系统 你是对现在的 这个宪政民主的立法体系 一个高度的蔑视 那你今天大法官 你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判决 可能就是危险的 你可以这样司法造法吗 在历史上各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都有司法造法的例子 但他的这个司法造法 是不可以违背 这个社会多数人的道德观的吗 今天如果在台湾 不要说五五开好了 我们就算是六四开好了 那我觉得可能宪法法庭 都还有这个空间 但当你是高达超过八成的民意的时候 我认为宪法法庭是没有任何的空间跟立场 来做出一个违反当下多数人共同道德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而这个判决是实质的司法造法 所以今天你从大法官所讲的话 你就知道他的傲慢了 他会说 民意多数是这样 难道我不能够教育人民吗 所以他是高高在上 他我们在明明 我们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民 让这一位大法官来好好的教育一下 你们这些未开化的民意 你是从何而来的这样的优越感 就是郑运鹏讲的 不当立法委员之后 讲话就开始像人话 就像郑运鹏讲的 因为你来自欧洲 这个就是一个百分之百典型的欧洲主义的欧洲优越感的 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头讲过了 一直不断地向全世界推销施加压力的 其实就是来自于欧盟 希望尤其亚洲的国家要废死 所以这些 这个我们的大法官就俨然成为了欧洲人的代言人 好比我们高一等 高人一等的来指导指挥跟教育台湾 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 而且如果你有念过最基本的 我刚刚说的一个司法的角色 法律的哲学的话 你就知道你是不可以这样蛮干的 社会上有八成的民意反对废死 但是手握决定死刑存废权力的大法官说的话是一定要对民意妥协吗 这样的话连民进党的人都看不下去 张云鹏就认为台湾在现阶段没有废死的条件 根本不需要太在意欧洲要台湾做什么 网友就拿了大麻的政策来比对了 那大麻在不少的欧洲国家可是合法开放的哦 但在台湾其实是法律所禁止的 那如果说全部都要抄欧洲的那一套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来开放大麻了吗 法律是保护人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大法官说不用太在意民意 例如金英门现在要硬推废死 难道就像赵康所讲的 非要搞到老百姓要发起反废死的公投 政府才会真正的重视民意吗 嘉峻委员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费死的团体 他引用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两个国际公约来说什么 说台湾已经签署了两公约 所以就必须要废除死刑 但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误导性的说辞 因为这两公约是在2009年 三读通过在我们国内把它法化 那当时我就是三读通过的委员之一 那其实这两个公约并没有要求 这个签署的国家要废除死刑 你看这个 这个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第六条 他很明确的就讲说 非情节重大之罪者不得处于死刑 那换而言之就是说 如果犯情节重大之罪者 能允许处于死刑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废死团体 不断地在说 因为我们签了国际公约 所以我们必须废除死刑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的行为 对不起 没关系 他们先去叫美国全面废除死刑 之后再来找我们台湾的麻烦 就这么简单嘛 是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 尤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真的好几位就是民众都跟我澄清 但是这是其中一位 他说姐姐请你能不能帮帮忙 真的不能够废除死刑 我的弟弟年仅二十六岁 在高雄被抢到弃尸 我们家人整整找了五天 是因为嫌犯置之法腕难逃 才用置手的方式出现 带我们去弃尸的地点 而且嫌犯在line里面告诉他老婆说 他自首是为了减刑 所以就这样子强盗杀人 外交他弃尸 结果也是不能够判死刑啊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家人 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然后他还说 他说他们真的觉得无语问苍天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然后看着嫌犯盲口 谎言 结果法庭不是他们能够依赖 能够哭诉 能够哀求的地方 你要想想说这些家属 有多么的可怜 然后另外呢 其实国发会在105年 他做的民调 赞不赞成废除死刑 这个是全民调 就是87.9%是不赞成的 不赞成废除死刑 那等于是说你说高达9成 那个是家属 家属肯定是他是不同意嘛 然后另外他有问一提 就是说如果修改法律 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请问你同不同意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废除死刑 不同意的也是高达68.7% 所以将近七成也是不同意说 如果把他改成终身监禁 条件之下废除死刑 其实大家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今天我也看了一个新闻 他的意思是说 像有一个死刑犯 他是连续杀了10个人 那结果法律是去保障 这个死刑犯一个人的生命 那那10个被他杀害的人的生命 谁来保障他们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为什么会引起民意的愤怒 主要是大家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的财产生命 都没有保障了 连法律 我们人民财产安全 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保障 我们的前提之下 那大家当然就是会有 这样子的反弹嘛 谢谢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民意 真的是非常的不赞成 现在大家的共识 是不希望现在就废除死刑的 但是我们的大法官 真的要一意孤行吗 好 最近要约谈侯友宜 来追查35年前台独政治案 被质疑是不是要搞 政治追杀的高永成 昨天呢 他是代表了国家人群会 也出席了这样的一个辩论庭了 好啦 那么他怎么说呢 他说监察院有很多的报告都显示 死刑案从侦查到执行的阶段 有侵犯人权的事实 比方说有不公平的审判 此等的风险呢 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 死刑的存在会阻碍 台湾成为亚洲的人权标杆 好啦 所以高永成认为37个死囚 全部都是冤案吗 先不说高永成早就表态他挺废死的 问题是他说死刑案在侦查有不当的审判 这个在过去的威权时代有可能 但是法务部现在要告诉你说 现在根本不可能啊 好 法务部的代表就说了 先前大法官呢 是已经有三次对死刑做出了核线的解释 死刑不当然反对生命权 而且近五年来 其实476件的杀人案 最后呢 判决确定却只有一个案件被判死刑定验 显示我们的法院现在对判死刑 其实是相当严谨 非常严谨了 好 另外学者的代表这个赖永莲呢 他也说话 他说啊 宪法是追求所有人的正义啊 过去15年来 大法官和宪法法庭的视线宣告 几乎都是有利于加害人的 死法的天平其实已经失衡了 而赖世保委员也说啊 死刑能够提再审 能够提非常上诉 还可以宪法诉讼 而且没有次数的限制 无止境的滥用司法资源 难怪法官会过劳死啊 那么用大法官的这个辩论来决定废死呢 他认为是伪善又狡诈的 好 另外法务部的这个另外一位代表也说呢 37个死囚要为自己犯的罪来负责 宪法法庭也应该要考量被害人的人权 现正的天平应该要在生命权还有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而不是一味的向保障被害人的人权来倾斜不是吗 那事实上啊 其实法庭之友啊 这次也被民众质疑说几乎好像都是废死团体 这些所谓的法庭之友其实就是监察院的高永成等人所评鉴出来的 那现在高永成难道要告诉我们全民说 这37个死囚案全部通通都是冤案吗 春七老师怎么看 我做下面评论之前是很自觉的知道说不能够因人肺炎 就是说再怎么烂的人再怎么这个差的人 有时候他会做对的事会讲出正确的话 我很清楚但我等一下还是要因人 真想不是肺死是真想肺炎 你想像这个高永成包括那个监察院 包括陈菊最近接了什么欧洲这些贵宾 在那边大谈废死大谈人权 我想到陈菊就想吐 我看到高永成就整直是睡不着觉 这叫过去的恶机劣机斑斑 是不是这些人忽然间在那边大仗废死 更不要想说最早一开始那些废死联盟 很多我都认识啊 早期我也支持啊 后来这几年我看到废死联盟那些人 特别我敢指明比如说张娟芬 我给你保证我敢跟他对职 干了多少侵犯人权的事 这些人忽然间他唱起这个 堂堂荒荒荒的face 我就不由得由衷要开始反思跟反省 这些人真有问题了 好 其实我不要用政治动机论好了 这些人会有个很大的问题 天本他好像在帮弱势讲话 比如说第一个有人可能冤枉嘛 那这个冤死的这个东西 当然对这种死情很不公平 但是如果有人冤死 你应该回头追嘛 是不是整个审判的过程 包括侦查 包括审查 包括品质 什么地方出了环节 出了问题 才会造成一个错判误判 那如果死情才重视 平常老百姓实在这半年的 十年的 一样要重视 整个司法应该是从源头 让他不可能形成冤案 才是自本知道嘛 你从尾巴把它捏掉 那如果这样子 如果有些这个强盗案多一点的话 那你就因为经常误判 就干脆把强盗罪全部都取消 这是个很奇怪的逻辑 第二个他们讲说 你看这个东西使得大多数都弱势 我是站在阶级立场 我一看当然很感动 而且是不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但是我想请问 当你只看到一半 这些弱者为什么容易犯罪 甚至大部分的死刑程度 学历都很低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制度性杀人 我也看到有人讲说杀人偿命 制度性杀人是什么人在干的 都是聪明脑袋好 有权力的人 而且杀人无形 而且杀人不必负责任 你很多特别是执政者 所以你问我说 赞不赞成废俗死刑 我是希望赞成 目前先不要 而且死刑应该优先用在这些当权 比如说我们那个许忠义这些大法官 你们犯同样的罪 你们要成一百倍 权力多大成多少 你们这个时候最容易用死刑来处理 就是你们这些人 如果死刑优先用在你们身上 你们吓得要死 你们太聪明了 那些小老百姓 那些没办法当毛贼 最后犯法 然后被判死刑 当然可怜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 是制度性杀人 制度性杀人 制度性杀人的原因是谁造成的 就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 就刚刚我刚才讲 那些眼睛都瞎了 没有看到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这皮毛讲一下 好像是是而非的道理 然后在这边主张废弑 不要讲人品 像高永成 像许中立 你还有脸作战 你们一群都是 都是蔡英文 不要讲那个提的 那根本是个傀儡 然后在那边倒猫 我们是大法官 我们在那边处理最严肃的事情 对我来讲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你们这一群人 说的高官 权力越大了 犯罪最佳一百等 那保证他们下死了 他们要处死刑的 几率就会很高 然后你们好像保护了这些弱势 希望他们不要 陷入这个死刑的这个泥脑 可是你们同时 重放了 很多这些制度性杀人 真真应该 弱者如果该判死刑 他们该判一百个死刑的 你们都放掉了 这一群人就是这样子 制度盲 或者是 把费死变成他们这些干坏事里面 我讲难听一点 人家讲说 这个锦上添花 他们不是 他们是粪坑上插花 他们忽然就举了一朵鲜花 结果他们全身都在粪坑里 这是他们这一群人搞费死 给我最强烈最强烈的感觉 什么张涓芬 高永成 陈渠这些人都臭不可闻 比粪坑的什么来说 他们高举的鲜花 为了人权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是说 这个事情 我还是非常赞成 值得彻底仔细的辩论 这个全台老百姓 都应该来关键 要把后面的真正结构性的问题 要真的把它找出来 不要在表面在那边弄弄弄弄弄弄弄 所以有人当然讲 就杀人一命要藏一命 我们都只看到有形的杀人 我再讲一遍 都没有看到无形的杀人 制度性的杀人 小老百姓苦闷到去自杀 或者这个生活活不下去 各种 比如老公很多 为了生活就拼命做很多职灾 他还死 那种死变成死到好像 他怎么被弄死 他都找不到凶手 我们只看到说 一对一 谁杀这个凶手 杀人这个案子 然后当一个是敲锣打鼓 所以你们这些人 如果不希望死刑能够存在 从源头开始 而且这样子如果做下去 你知道我刚刚讲 真正保护到就是你们这些 最容易犯罪 最容易干事这些坏高官 从此你们就毕绝封清 从此你们就不会再继续干坏事 不要讲说避免的死刑 你们连地狱都可以避免 是的 高永成我呼吁你请你好好的 先从这个地方下手 要不然我光看你在那边提那些意见书 我看了就想吐我高点 臭不可温 臭死人了 你们真是该死 就像春琪老师说的 因为事实上有一个死囚的律师 在宪法法庭上面说 他说呢 如果说死刑存在的话 会让国家怠惰 OK啊 那你是不是让国家先不怠惰的时候 你再来讨论要不要废除死刑呢 好 也有死囚的律师在宪法法庭上面说 国家不能够因为心疼被害人就支持死刑啊 但是学者的代表赖永连呢 就直指法律应该是要追求所有人的正义吧 可是过去15年来 我们看到的大法官视线 几乎全通通都是有利于加害人 这已经让司法的天平失衡了 法国也提醒宪法法庭 应该要考量被害人的人权 不是只有朝着保障凶手的人权来倾斜呀 好 先不说 民进党政府是实质废死 其实已经让很多的被害者家属 得不到最终的正义了 甚至是还有的人会被嫌犯啊 被挺废死的团体用言语来霸凌呢 好 赖世报委员就说了 我们的法律对于死囚 其实是非常欢容的 这37名死囚的背后 大多很多都是令人发指 血泪斑斑的情节 可是他们可以提再审 可以提非常上诉 甚至是可以再继续不断地提 宪法的诉讼等等 但是在我们这么样的重视加害人的人权同时 那到底有谁在关心这些所谓被凶手剥夺生命的被害者 难道他们没有人权吗 董哥怎么看 其实因为刚刚立文提到了 我们这个费死它是从怎么来的 就是二次大战以后 很多纳粹犯下杀人非常残忍的 譬如说杀犹太人 那后来因为他们战争失败了嘛 失败很多人被判死刑 就一堆德国的邪者 然后就出来开始讲 国家是不能判人家死刑了 那这些让人恶心瞧不起的 你们当初怎么去杀犹太人 就像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战场怎么杀中国人 都是非常残忍的 人体活活做实验了一堆 各位 我们今天这种律师 他说国家不能因为心疼被害人就来制止死刑 那我们现在的国家是心疼加害人 我告诉你 以我们自己跑新闻的经验 几十年来可以看到了 现在会被判死刑了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杀人而且手段非常残忍 或者连杀很多人 或者你杀你的直系长辈 他只有这样的杀人 其实他真的百分之九十九 里面只有一个会这样被判死刑 他太残忍了 有个富少他追求一个女孩子追不到 他就开电视车把他撞死 揽压 然后杀了三十七刀 然后他被判死刑 他妈妈来看 他说你不用跟我拉个 你不要让你赔了一堆钱又丢了一个儿子 人家很气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被判死刑没有执行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还有一个姓欧阳的一个嫌犯 一个凶手 不能讲嫌犯 他的金主 姓卢 这个女孩子 对他非常好 就是平常他都资助他 后来他看这资助我的人太有钱了 把他绑架 威胁他家人 他家是开米店 威胁 然后说他多少钱又怎么 其他已经把他杀害 还把他分尸了 快二十年了 有执行吗 没有执行 我告诉你 这些都令人法子的 那我们今天 我觉得这些废子就是矫情 我过去在组织节目的时候 我们骂他们矫情还被告 真好笑 他们就是一堆搞法力的人 每天自己觉得比别人高兵 尤其在欧洲读过书那些人 令人法子 他们是间接的凶手 我老实讲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都非常巨 这大法官更是不堪 什么詹森林 什么这些人最不堪 我老实讲 为什么不堪 大法官是总统提名 可是他经过谁同意 立法院 立法院民进党够办 这八年 这十五个大法官 全部是民进党通过的大法官 那你的权力基础哪里来 你凭什么在那耀武扬威 开你的宪法法庭 因为立法院通过 立法院没办法 在野党扫数 这八年来扫数 所以被你们为首亦为 但是你们仰仗的基础是什么 是民意 你是民意机关给你的权力 你今天说我们要跟民意那个吗 我觉得 曾真宁你懂不懂法力 还在台大法协院当过院长 真羞羞脸 对不对 难怪你交出来的学生也不怎么样 但是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真的是非常惊讶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死刑 日本有死刑 这两个都是民进党最崇拜的 每天看到这两个国家就下跪磕头 他们也永和啊 你又怎么在反核 他们也在死刑 你又怎么反死刑 你这真是臭乱嘛 蔡英文你领导了民进党 赖清德里领导民党 不是凑乱到已经让人家觉得 不是毁一首事 而是人格分类 而且毫无一些羞耻心 你们只选择你们要的嘛 所以看这些非常气愤 这些大法官 15个有9个 平常他的言论他的著作就是 废死的 他们就跟废死联盟在唱歌的 那这个会还开什么开 是不是司法院院长 许中立 副院长 蔡总督 你们的都是会死的 你们这些人 还假装在那边装模作样 在开什么会嘛 然后里面有六个 大概四个多月以后要退了 他们三个月要写他们的那个 判决书啊 要出来 那你们写完以后一个多月 你们就退了 你们就走了 天底下有这道理吗 不合理嘛 所以 我有时候对台湾的民意 有时候觉得很纳闷 很不以为难 台湾的民意 明明知道民进党是废死的 废死联盟这些 在台湾这些人是谁弄出来 就孤立雄他们弄了 一堆律师 律师替人家辩论 可以拿很多钱 就一直讲 我们就废死啊 就拿欧洲那一套来 是不是 你弄一弄 老百姓知道民党废死 还投票给他 然后等 废死的议题出来 大家都反废死 那你不是错乱吗 你明明知道民进党 就是要吃美国 收克 来个多巴胺猪肉的 你就投票给他 你每天都在做一些 反自己人格的行为嘛 有时候看得非常气 就气在这里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在演一出戏 法务部假装很坚洁 要支持 也支持死刑 写了一堆人 一堆意见 然后找一个检察官 我气到现场 慷慨激扬讲半天 法务部长是蔡清祥啊 那你这一任 你也没执行办个死刑啊 你每天在表演什么 对不对 蔡清祥不如陈桂林啊 我告诉你 陈桂林就是抽搐除山害的 阮经天言那个角色 江湖杀手啊 他很气 他说我 我既然是枪击要 我们排名第三 太气了 我要替江湖除外 把排第一跟第二杀了 因为他已经挨症冒奇了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都死了 好 那至少他还有争议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他 这个杀人凶手杀人无数 最后他把最坏的那两个杀了 江湖上大家觉得 哇 了不起 电影卖座 你就不如他 是不是你 你连一个人不敢杀 然后今天到现犯法庭说我们法务部是支持死刑 你就可以把他干掉啊 我如果是蔡清祥啊 蔡清祥你已经要被正名前取代了 赖清德不用你了啦 那我告诉你 你还有三个月 这三十七个可以现在就把他干掉了啦 那何必再等他那个 等你们判结书写不用写的啦 你们现犯法庭不用写判结书 因为已经没有死刑犯了都被我干掉了啦 要不要当当我们人民的英雄陈桂林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敏仰在演戏 两边都是蔡英文的人马 然后一边讲这个一边讲那个 好像他们各起首席 可是台湾人民还有很多死者家属 他的正义感 他那些正义该像谁一号呢 难道我们执政者还在同情这些加害人 原来执政就是最大的加害人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北台湾最近频频爆出停电的讯息 不止日新亚洲提醒未来的赖政府 应该要和在野党合作来修正废核的政策 就连过去长期反核 而且清绿还和这个赖清德很交好的童子贤 都喊话说核能其实是绿能的盟友啊 好啦但是呢 蓝银提案说希望能够修法 让核电厂再演绎 那么现在又有反核团体号召说 4月27号他们要再度占领街头啦 好经济部长王美华就出来说话 他说核电要有社会共识啊 跳电或是停电呢 和这个核二核三厂演绎 根本是两码子式啊 讲到现在就说要有社会共识了 可是又八成的民意反对Face啊 是台湾少数能够跨党派具有共识的 结果民营党呢为了要推Face勾搭他说不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啊 那怎么讲到核电的时候现在又变成要有社会共识了呢 好绿营的立委林一锦就出来说 我非常的认同427反核电演绎行动诉求 呼吁国民党切莫和未来世代为敌要回头试案啊 好啦那所以看起来是绿营的共识才叫做共识嘛 赵老康出来说话 他说啊其实你看哦 这个核电呢其实也没有达到30%的话 这个2050是绝对不可能净零的嘛 童子嫌在30年前也是反核的 可是世界在变啊 策略改变在民进党的一面之间 能源政策不能够再菜归赖随了 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所谓的绿电的一个乱象 包括台年的这个台电啊 台南的这个光电装置 现在容量已经是全国第一了 但是却爆出鱼电共生的这些这个这个电厂啊 等到有人来稀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赶紧买鱼虾来放进去哦 制造出还有在养殖的假象 所以根本就是假的嘛 是假养殖真重电嘛 好台南市业员也跳出来告诉大家说 为了要抢光电的利益 台南不是发生了88枪的枪击案吗 为了要推绿能啊 连个纳谷塔也要来盖光电板 那么所谓的鱼电共生呢 连卖草鱼的老板都说没有鱼可以卖了 人民没有鱼可以吃 然后呢价钱还变得很贵 民进党不顾一切来推绿能反核电 人民只能够饱藏苦果吗 好我们看到现在乌山头水库 整个重电的面积呢 高达11.5公顷啦 然后台南的纳谷塔 这是一个空拍图往下看 所有的礼仪厅啊 停车场上面通通通通通都是这样的光电板 到处都在重电啊 然后一年期的义务役 先前不是传出了首例的逃兵案吗 那它到底怎么逃掉的呢 原来这个营区有一个光电的工地啊 它就找到一个工地啊 没有什么人在看的地方就落跑了啊 所以现在真的是乱象频传 而且光电能够当成是机载的电力吗 不就代表说我们恐怕 机载的电力真的是不够的吗 美国的能源政策专家 麦吉利斯就点出说 台湾的电力供应 是没有办法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的 台湾经济经不起电力不稳的冲击 要稳定供电 想法一定要跟着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日媒 还是美国的专家 看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是蓝也不是绿 根本没有党派之分 都说了一样的话不是吗 所以赖静的是不是能够像童子贤一样 抛开意识形态 跟丑化核电的刻板印象 用科学角度来思考 或许就能够调整台湾的能源政策呢 家俊文怎么看 其实这一个礼拜以来 多次的这个跳电停电 甚至限电的状况 引起大家社会的关注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 不只是台电甚至经济部 他们都矢口否认说 台湾有这样子限电 或者是缺电的情况 那为什么他们不肯承认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肯面对 他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所造成的国家负担 从2022年到今年 我们已经拨补了台电 401亿不是4000块 401亿之外 我们还涨了31%的电价 还累积亏损将近5000亿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前坑 非常大的这个黑洞 那今天呢 在经济委员会 我就质询王美花部长 我问他说 部长你觉得台电 它是政策的执行者 还是政策的决策者呢 那部长也很清楚地表示说 他觉得台电是政策的执行者 那我就再问部长说 部长那你觉得经济部 是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吗 他说没有 他觉得经济部 只是决策的一环 那我就告诉他 以我真正的想法 我觉得对于能源政策 真正的决策者 是民进党党中央 这个民进党党中央 他的这个党纲 他就写着第64条 反对新设核能发电机组 积极开发替代能源 限期关闭现有的核电厂 所以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涨电价 限电停电等等的问题 其实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民进党党纲里面的 废核条管 他限制了台湾能源 发展的选择性 而且也因为废核的主张 然后又怕蓝莓制造 这个温室气体呢 所以选择了价格 最昂贵的天然气 而天然气是很容易受到 这个国际局势影响的 那执政党的人员 不肯这个承认错乎的能源 政策才导致台电亏损 这么严重 那当然前几天 这个台电的总经理 不是就请辞吗 他说看不下去 大家都这个酸言酸语 没有看到他们辛苦 其实大家真的是看到 他们辛苦 我个人啊 个人猜测 因为王总经理 他是从基层做起 他怎么可能看不清楚 这现在缺电的真实现象呢 所以呢 我认为他的请辞 是在告诉赖清德 是在告诉新政府说 假设你不肯调整 你错误的能源政策 你再换一百个总经理 都没有用 你再换一百个部长 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甚至明年 像今年会累计亏损五千亿 那明年我们要不要拨补他们 明年是要拨补一千亿 两千亿 还是三千亿 这个动势越挖越深越大 而且呢 这个 这个合作的董事长 佟子贤呢 他同时也是民进党 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 副董事长 那董事长是谁呢 董事长就是赖清德 那他说他近日提到说缺电 他说他反合三十年 这个想法有改变 他发现地球暖化 才是全民公敌 何能不适 所以呢 他改变了三十年来的 这个反合立场呢 他觉得说 国际上的潮流 都兴起了这个重启核能 甚至说德国在去年 其实他已经完全去核化 但连德国都提起说 是不是要重启核能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 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 否则我们全民的这个痛苦指数 一定会节节升高 那其实民进党 他的政策是不是不能转弯 他过去不是反萊猪吗 说这个吃 含有莱特多巴胺的猪 会让我们台湾人 绝子绝孙 可是没想到呢 在他们自己上任之后 他就开放了萊猪 包括他们当初也反对 辅导食品 结果他们上任之后 也引进了辅导的这个食品 所以我觉得说 这的确是要大家一起 赶快来讨论说 怎么样让我们台湾的供电稳定 不过最近有不少的民众 开始质疑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除了因为最近频频发生停电之外 另外一个主因就是 看不惯有人借着绿电上下起手 我们可以看到 先前台南因为争夺绿电的利益 不是爆发出了黑金勾结 甚至还有枪击案吗 最近来营的明代更直指 过去蔡政府力推的鱼电共生 竟然有很多是 这个叫做真重电假养殖吗 有不少的鱼温其实 鱼电共生之后鱼虾暴毙 结果来鸡查的时候 赶快从别的地方买鱼买虾回来 放进去假装还在养殖 还在鱼电共生 现在拿鱼温来种电已经不够了 水库 殡仪馆的楼顶 通通都在种电 然后还有绿媒吹捧说 这叫做让生命发光 今天童子嫌出来解释说 它其实没有挺核电 但是它看清楚的是 绿电没有办法当成是积载电力 那核电不只能够稳定的供电 还有助于减碳 为什么非得要弃之不用不可呢 春季老师怎么看 我刚刚说到不要因人废言 可是这一趴我忍不住 搞不好会因言废人 就是因为人讲了一些废话 我就开始要批评他 刚刚那个张立伟提到的时候 童子嫌 童子嫌这两天这个新闻很多了 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他们这些人很奇怪 他第一个先讲说 我过去也是反而和现在观念改变了 很好 他有进步了 然后他讲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说说 跟我上了很多课 然后讲说地球暖化才是敌人 核电不是 我一听觉得是这样子吗 你花那么多时间 请问那些人会去犯罪 后面根本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 今天地球暖化怎么是我们的敌人 我的感觉地球也是个受害者 谁才是把地球暖化造成这么严重 你怎么把地球暖化当作要对付的对象 你这个认知不是很有问题吗 因为他回避了 为什么 因为他回避了 地球暖化就是他们这些资本主义之下的资产阶级 最大的最大的加害者是他们 地球暖化就是童子嫌 你们这一类人搞来的东西 他不面对 箭头一指 变成说地球暖化是最大敌人 你要永和你就开始永和 你办法制造一个 白白明明是受害者 变成这个加害者 你这样子叫我怎么支持你呢 然后第二个 你说这个电的核电怎么样 台湾好好的一个政策 民进党我当年跟我们 我都支持他 为什么这么痛恨他 所有好的价值 民主 人权 进步 到他手上全部烂掉 全部被毁掉 变本加厉的堕落 实在是让人家受不了 这个绿电有什么不好 可是你看就他们讲 拿着这个招牌开始上下起手 然后我们没有去注意他说 他后来干起患事 多么的方便 你讲到这个 在台湾假中把余温都搞掉了 我不是要喂匪宣传 跟这个隔海唱和 我看到那个中国大陆 他们有个叫库布齐沙漠 那一片沙漠 他们也是同样搞光电 光电板弄上去 地下开始长草了 长草之后还开始可以牧羊 然后美国最喜欢指指点点 说你们这个太低 然后他们被迫他们 美国给他的挑剔 他就变成他的挑战 他就把他弄得一公尺多 两公尺 下面的空间更广 所以人家变成是个正向循环 又解决电的问题 又解决沙漠的问题 又可以制造更多的生产的效果 你台湾把好好的余温搞烂的 然后那个店又是假的 然后让这些人徒利 你对比 我能不喂回宣传吗 我不想喂回宣传 可是看到你们实在是个受不了了 所以我这好好的 好好的比较 你带到晒漠 然后举了个半吊子 对不对 同志又高唱 你讲彻底一点 地主脑袋到底是谁造成的 他的第二个为什么受不了 讲到这个 因为前日传说 他可能去接行政院长 记者问他 那重点是 他在这过程中 大力称赞赖清德 我们后来听说 他跟他有考过读书 他说赖清德信凶开阔 学习多面向 他从此前 曾经针对能源问题 跟赖清德深入讨论 那这不是很好吗 你喜欢为了我们绕一圈 恰半病 把我们当作渔民 还跟我们上个课 教育我们 然后他说这个敌人在这 如果今天核电是对的 你跟赖清德这么迷 说的不但你说得上话 他要重用你 重点是他还听得进话 你看他这个 乃清德心胸开阔 多么的开放学习 你就这头先说就好 然后乃清德出来学周祖说 我以前错了 我先把我自己弄 那这政策都改变了吗 老百姓就很高兴 因为你们敌死不从 又要面子又要理智 然后那个理智又不是干净的 又不是真的把电弄出来 又在那边贪污 所以同此前我怎么能够忍不住不批评你呢 真的是不应该你讲的那一套 有关核电都可以讨论 可是你看看 你误导了多少东西 你回避了多少真实的东西 第二个 乃清德现在是掌权者 这么好的政策 这只一只地狗的头戴头 就只要改管 你为什么要搞得怎么样 你是不是在帮他敲锣打鼓 在帮他遮羞 在帮他开路 这样子就不太好吧 害得我们还怎么样 还得请皇帝上教 乃清德好英明 请他好好地改变核电政策 受不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国防部发布了 共机的动态报告当中呢 这个共机距离基隆 只有41海里啊 外界就质疑说 那再飞五分钟 不就抵达总统府了吗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表示 国军建构勤修坚针的用意 就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最近美国啊 通过了对乌克兰 还有台湾等的军援案之外呢 也传出说美国有意 要把在东亚的 整个这个叫做军备库 要改放到台湾吗 邱国正部长在立院备巡时 就质疑了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把国外的装备 放到台湾来呢 这可能会引起两岸之间的摩擦呀 过去邱国正也说过 他为了两岸情势 担心到睡不着 那我们想要摆脱战争的阴影 除了加强台海的监控 还有提升战备之外 新政府该如何在中美之间 取得平衡呢 这是不是当中的重要关键呢 立文怎么看 我想是这样子啦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它的一个崛起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过去这40年来 一直不断的打破了很多 对于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诅咒也好 唱衰或者是质疑也好 你看到一个最简单的 中国大陆已经超速度的 快要成为全世界的 第一大经济体了 如果你用实质的购买力 去计算的话 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即便是明目的GDP 很可能在2035年吧 它也会成为 也就是说十年之后 它也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民进党人赖清德 要去认知的一个现实是 中国大陆不会再倒退了 就中国大陆的崛起 它现在是这个曲线 是躲斗而已 是一个时间迟早的一个问题 那坦白讲 身为在台湾的我们 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 经济的进步 开放跟崛起 我们应该最在乎的 就是中国大陆 是不是可以顺利成功的 和平崛起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可以和平崛起 如同中共的领导人 也是不断的宣称 他们对于和平崛起的 这种commitment 这种坚定的承诺 换句话说 他们不相信透过军事 透过武力来解决争端 或者是透过硬实力 欺压其他的邻国 他们不会复制 简单讲 他们不会复制过去 欧美帝国主义的 这一些错的步伐 他们希望中国的崛起 是一个和平的崛起 是一个对于其他所有世界各个国家 都能够共存共会 共荣共平共安的 这样的一个崛起 那我说坦白讲 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是最希望看到中国大陆 和平崛起的 那不然难道你希望看到 中国大陆穷兵独武吗 不就是很简单吗 我们的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新的总理 他过去讲过 他说绝对不要压住中国会弱化 中国会衰弱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赖清德很简单 当中国大陆在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 你不要去唱衰人家嘛 你更不要去破坏人家嘛 你甚至于参与整个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不是大家双赢 大家都很开心 都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聪明的赖清德 应该选择 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你也不需要去否认这个事实啊 一起参与伟大复兴 对大家都有好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董哥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政务要结束了 赖清德其实是延续他 非常多路线 其中就是死爆了美国人大腿 那这个其实对未来非常不利 如同刚刚正立文所讲的 你要趁着他在讲中华民族的时候 你也不要忍言忍语嘛 那今天看到赖清德的作法 我已经难不住了